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先來講講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在開學的時候 有跟各位講過說財務經理人 他大致上有四大部分 有關財務方面的決策 第一大部分是投資決策 也就是說我們在期中考之前 花了蠻多時間在講的 MPVIR還有如何預測現金流量 的那一些範圍 然後我們的第二大決策 是融資方面的決策 其實融資方面的決策 其實也是延續投資決策的最後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要素 就是所謂的資金成本 資金成本的計算或是估計 那我們在估計資金成本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的資金有分為舉債的資金 跟股東權益的資金 那到底公司要決策 舉多少的債 或是要有 自有資金多少 他會決定他的 資金成本 所以有關於資金成本 他事實上是一半屬於投資決策 一半屬於是農資決策 那所以呢 我們在期中考前 有跟各位講了 估計資金成本的一些原理原則 但是我們現在就要跨入 有關資金成本的第二部分 那也就是說 那企業為什麼要舉債 那企業舉債以後 對公司的一個影響在哪裡 那當然在這兩個決策的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在資本市場上面這些 所謂的舉債 所謂的股東權益 他的一些法規 跟環境方面的要件是如何 那我們其實現在就在處於就是 慢慢從那個所謂的一個 投資決策 賣入融資決策當中 那我們上禮拜其實有跟各位 開始講了一些舉債方面的一些事情 那當然我們在講財報分析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跟各位預告過 說舉債對一個企業來講的影響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財報分析 在第二章的時候 我們有跟各位講說 我們可能量短期負債跟長期負債的一些 財務比例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跟各位解釋了一下 為什麼企業要舉債 我們在這邊就介紹一些債券的種類 上禮拜我們介紹到可轉換公司債 可轉換公司債是一種 在前先年度非常流行的一種債 因為它事實上跟科技產業的崛起 有蠻大的一個關係 那為什麼呢 因為科技產業 如果你純粹就投資人的眼光來講 你投資他的股票 那會有大漲大弱的一個可能性 OK 那當然站在投資人的立場來講 他不反對大漲 但是他很怕那個股價大跌 OK 所以呢 他們就非常喜歡買 所謂的可轉換公司債 那可轉換公司債是依據 這個可轉換公司債持有人 他決定 要不要把他手中的可轉換公司債 轉換為股票 OK 也就是說 這可轉換公司債呢 他在發行的當時 他是附帶一個 可以轉換為普通股的一個選擇權 OK 那因為他附帶了這個可轉換的一個選擇權 所以他的利率就可以比一般的 債券的利率要低 那所以這對發行者來講 也是一個利多 因為通常來講 那個如果能夠降低一下 那個舉債的一個負擔來講 這對債券的發行人來講都是好的 那對債券發行人的第二個利多就是說 其實有蠻多的公司 他一剛開始是想要發行股票 可是因為某一些因素可能在需要資金的那一個期間 股價是比較低迷的 股價是比較低迷的 所以如果說純粹用新股去發行的話 那可能會對發行人來講不利 也就是說當你股價很低的時候 你要取得相同額度的一個資金 你很可能要發行非常多的股數出去 那發行非常多的股數出去 事實上是對現有的股東來講 是不利的 他有幾點不利 第一個很可能他會稀釋股權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會談到就是說 事實上你直接宣告要發行股票 這在資本市場上的解讀來講 他是對股價是比較不利的 OK這個東西在我們未來這兩三週 我們會持續不斷搶到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就是管理者他會利用某一些決策 然後把公司的一些私有的資訊 公佈到資本市場去 那我們通常來講就是說 你如果增加普通股的股數 或是增加那個新股的發行來講的話 對公司來講是一個比較不好的消息 OK 那所以站在發行人的立場來講 他可能不太想一下子就是宣告 我要用股權籌資 因為一方面發出去太多的股份 那另外一方面股數增加了以後 每股的盈餘可能會降低 然後再加上資本市場通常認為 股權的發行是比較不利的消息 所以他如果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他事實上是可以解決非常多的一個問題 那有關可轉換公司債 他到底有一些怎麼樣的要件 我們等一下大概在20分鐘以後 可能就會有一個比較相近的跟各位解釋 然後再過來呢 我們有一種叫做高折價債券 那各位在第三章我們在講那個 現金流量折現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債券的評價 那我們講到債券的評價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提到一點 如果殖利率或是說 一般債券的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 高於票面利息的話 也就是說殖利率高於票面利率的話 那事實上債券會折價發行 那什麼叫高折價呢 那高折價的理由其實就是來自於 你所發行的債券所付的票面利息 是遠低於一般公認的市場利率 或是我們所謂的殖利率 那你就會形成折價 而且那個折價的幅度可能可以很高 OK 那為什麼呢 我們大致上可以從有兩個方面來看 為什麼這個高折價債券會流行 或是對某一些公司來講 它是比較適合去發行這種高折價債券 你第一個來講 因為你如果有付票面利息 代表就是說 我這個債券一旦發行了以後 那公司每年就要想辦法去籌 至少要支付票面利息的現金流量 因為它外觀上看見就很像利息 那我們會知道說有一些投資 有一些你 你當初發行債券就是要籌錯資金 籌錯資金就希望說 那個會投資一個長期的投資 那有些投資 它可能產生現金流量的速度是比較慢一點 或是說它會有錢的速度會比較慢 你比如說 好 我們舉個例子 這例子很可能不一定是適合我們的情境 但我們假設這樣來講 比如說我們當初在投資台灣高鐵 那台灣高鐵我們預計說它前幾年事實上是 沒有百分之百的一個產能的營運 所以它產生現金流量的能力可能稍微比較差一點 所以你如果發行一般正常的債券來講的話 那代表就是說 你在營運狀況還不順利的情境之下 你就要去籌作 每年籌作非常多的一個現金 來支付我們的票面利息 那對於那些發行人來講的話 這很可能是一個負擔 所以它很可能希望說 那至少在早期 我現金流量還不是很充裕的說 我不需要去擔心 票面利息這種東西 所以我就把票面利息定的比較低一點 那我們大家可以想像的出來說 那為什麼債券的發行人 虛妄去買 賣這個高折價的債券 那投資人為什麼要買 投資人為什麼要買高折價的債券 它事實上會有一點點理由是這樣子 我們高折價債券的最極端 其實就叫做零席債券 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票面利息遠低於殖利率的話 就會折價 那如果說票面利息是零的話 那是一個最極端的例子 所以我們在其實資本市場上面 你可以看到有一類的債券 是叫零席債券 零席債券的話就是說 他在債券存活的期間裡面 他沒有發放票面利息 OK 那沒有發放票面利息呢 他只有債券到期的時候 他以面額支付給你 以面額支付給你 比如說我們面額是一萬塊 那很可能就是說債券是十年期的 那債券十年期的話 那他就可能會看到一種狀況就是說 你在只有這債券的前十年 你都沒有領到任何的現金流量 然後到債券到期的時候領到一萬塊 那這個債券當然他賣的時候 那他賣的債券價格一定會遠低於一萬塊 為什麼呢 他事實上就把這中間 他應該付給你的票面利息 你全部都把它折現 OK 那所以呢 你可能的價格就會變得比較低一點 好 那你想想看喔 每隔了一年 我們其實 我們如果花多一點時間講債券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就是說 事實上債券的價格 是逐年在提高的 如果是折價的債券來講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他距離 距離到期的時間越來越近 那在到期那一天他會是一萬塊 所以你如果一剛開始發行的那時候 債券價格很可能只有三四千塊 OK 那也就是每隔一年 越接近那個到期 他會把原先你沒有付給他的那個 票面利息 轉換為什麼 轉換為資本利得 OK 因為債券的價格就逐年提高 一直到債券到期的時候 會變成一萬塊錢 OK 所以他事實上是有一種機制 就好像把票面利息 沒有付給你的票面利息 那轉換為資本利得 就是說你的債券價格會變高 OK 所以你哪一天你如果決定 把債券賣掉的話 那你實現的是什麼 實現的是資本利得 那當然有些國家 他資本利得的稅是比較少一點 或甚至他不課資本利得稅 至少在台灣到目前為止 那資本利得稅 現在已經過了 那但是我們也不知道 他會不會真的會實施 如果真的實施的話 真的是 不是很聰明的一件事情 OK 那如果不實施的話 那理論上來講 這種零息債券 他事實上就是一種 比較有 有利的投資工具 OK 也就是說 你平常領到的利息 利息 會併入一般所得 當作一般的所得稅 但是你如果是資本利得的話 至少到目前的台灣 資本利得是不用課稅的 OK 這些高鐵價債券 所以對於發行人來講 或是對於投資人來講 他都有一些好處 那當然還有一種債券 叫Income bond 所得債券 那當然 債券的發行人 他在發行債券的過程當中 他會有一些顧慮 就如同我們剛才舉的一個 例子說 如果台灣高鐵一剛開始的時候 他非常擔心 他是不是有足夠多的現金流量 可以支付 票命令利息 那當然 這種顧慮在很多的廠商來講 都會有 所以會有另外一種債券 他叫所得債券 那這個所得債券呢 理論上就是說 如果廠商有盈餘的時候 那大唐他有能力去支付利息 那他沒有盈餘的時候 那當時的發行條約 很可能會遵循他有一些彈性 那這些彈性就是說 如果這年度我沒有盈餘 那經過某一些條件 鑑定他是符合這個沒有盈餘的 情境來講的話 他就可以延遲發放利息 或是甚至可以skip掉 就是跳過 那當然這種 站在投資人的一個立場來講 延遲利息或是利息可以跳掉的話 這對投資人來講不利 所以不利的話 那當然在發行這種所得債券的這些人來講 他應該就有一種傾向 那就是說他會提高他的利率 提高他的那個利息 OK 也就是說一般 可能市場上的利息 利率很可能三四趴 那你如果買這個所得債券的話 你很可能就利率就是五六趴或六七趴 那有些債券的話 當然就是會對債券的發行人稍微有一點彈性 那有些債券的話 他為了吸引投資人去買他的債券 所以對投資人來講 會有一點點彈性 或是對投資人有利的條件 那之所以會出現這種 就是說有些時候對發行人 有些時候對投資人會有一些彈性 或是他比較有利的條件 那最主要就是說 其實債券發行 是一種長期的籌資工具 他有可能是十年 有可能是十五年 那在這十年十五年當中 你在債券發行當時 你就要把契約寫得白紙黑字 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所以對於債券的發行人跟投資人來講 他一旦決定要去買這個債券 他可能會擔心 在未來的這十年十五年當中 或甚至二十年當中 那會不會有些經濟條件會改變 反而對我來講是不利的 OK 所以我們剛開始所講的 什麼可數回可買回的那個債券 他事實上就是很害怕 在發行的當時利率太高 或是利率太低 然後會對債券的發行或是持有的一方不利 所以他才會有可數回或是賦買回的一些條件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能夠有一種債券 他在發行的過程當中 他不要讓發行人或是不要讓債券的持有人去擔心 利率萬一變高了或是變低了 會不會對我不利 那如果說要去減輕那一種負擔的話 那我們就有一種所謂的浮動利率的債券 那浮動利率的債券就是說 債券的票面利息 就是說他當年所能領到類似像是利息那一方面的現金流量 他事實上是浮動的 所謂浮動當然不是你說了就算 他們通常是會有一個機制 他們機制就是說 我每年很可能在7月1號或是1月1號 發行票面利息給我的債券人 那在1月1號跟7月1號之前的多少天 那他可能會採用說 我們以倫敦的跨航之間的拆款利率 那學財務金融的人應該會比較熟一點 那個利率叫做Libre 那以那個Libre再加多少的Best Point 成為我1月1號或7月1號所要發行利息的一個基準 OK 那通常有些時候是會指定某一天 那有些時候又覺得說某一天很可能 會不會有人去操作那個某一天的那個Libre 所以他很可能會採用說 那就是某一段時間的平均Libre 那可能45天或30天 那平均的Libre 然後再加上一定的一個風險缺水 因為Libre是銀行跟銀行之間 財款借錢的一個利率 那通常來講一般的企業要借錢 可能不會那麼便宜 所以他就一定那個Libre再加一定的一個Markup 加碼 然後成為就是說那個公司在那個半年或是那一年 所應該發放的一個票命利息的一個基準 那如果有浮動利率來講的話 他就不會 這個債券的只有人跟發行人 他就不會去擔心說利率 在我買債券的那時候會過高或是過低 那套勞資金就套勞很久 所以大致上來講我們的債券是 有很多種不同的變形 那當然有沒有比這些型態還要多 可能會有 為什麼 因為你很可能有某一些債券的一些優點跟缺點 你可以重新再包裝再組合 然後可以更吸引更多的那個債券發行的人 願意去發行那樣的債券 或是債券的持有人願意去投資那樣的債券 所以理論上是都會有的 那通常來講債券的發行期間是非常長的 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那其實說真的 以今天的一個情境來講 他更是很難想像到說 你今天所有看到的那些最優良的企業 在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之後是不是還在 OK 今天是非常現實的 我們今天舉起一個例子來講 如果在五年前十年前 你說柯達變不見了 你說Sharp變成是一個危機產業 你說Sony已經 年紀好幾季就出現大量虧損 那這在五年前 是很難去想像得到的 我記得我聽過一場演講 那一場演講是由我們 管院稱書芬老師所做的演講 他就非常有趣 他就把十幾年前 三家公司的市值排列在一起 那三家公司 星利還有韓國的三星還有蘋果 那時候Sony的市值 整家公司的價值是蘋果的幾十倍 那三星占第二 三星的市值也比蘋果高很多 那今天呢 那經過了十年以後 那你再把三家公司的市值列出來 蘋果的市值 是Sony的市值的 大概四十倍到六十倍 然後三星是在中間 三星也比Sony高出非常多 可是你如果在十年前說 三星會打敗Sony 會打敗蘋果 當然蘋果那時候 其實市值非常低 是非常很難想像得到的 OK 好 那我們為什麼提出來這些東西 事實上 你會知道 你如果當一個債券投資人 那你買的債券 人家給你承諾是 二十年以後才還你錢 這中間你能收到一些票面利息 甚至你會懷疑到說 這票面利息是不是能夠正常的被發發 OK 所以債券來講呢 因為他的經過的時間非常的長 而且在我們公司 結構的一個機制裡面 債券人是有第一求償權的 如果說公司有三大類的資金 有債券 有特別股 有普通股 那債券人的求償權是最高的 所以法律應該會比較 著重於在保護債券人 那或者是呢 你在當初在發行債券的時候 就要有很多的合約 很多的條款去保護債券人 那所以呢 我們通常來講 債券就會有非常詳細的一個規定 因為在10年15年20年當中 經濟情況跟公司的營運狀況 會有非常大的改變 那你不能就是說 我等到他發現問題了以後 我才來補救 那通常來講公司如果 才會狀況惡化 他是逐漸惡化 OK 所以如果說在某一定的時間之前 你會有一個控制的機制 讓債券人可以提前去保全他的 債券的安全 或是能夠去保全一些資產的安全 然後去讓債券人的一個償還 能夠得到比較更多的保障 那這個債券的契約 其實就在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當公司的財務狀況 開始在惡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一些警示標誌 這些警示標誌如果出現 那債券的持有人 就可以提前要求 或提前去保全他們的債券 或是提前要求那個債務人 提前去清償他的一個債券 所以我們通常來講就會有一些 正面表列跟負面表列的一些合約 甚至會有一些財務報表的數字在裡面 如果說公司連續幾年 他的那個營餘沒有達到什麼樣的標準 或是公司有哪一年他的營餘為富 或是公司有出現一些什麼 我們大家認為財務狀況比較不好的一些跡象的話 那債券人有權可以提前要求債務人償還 類似像這種條款 那除了我們剛才所講的那些條款以外 他們也會有一些保護債券人的一些機制 那我們通常可以把它分為 就是說負面表列跟正面表列的一些條文 那負面表列的條文就是說 他可能會要求公司如果賺錢的時候 鼓勵不能發放太多 那為什麼有這一條要求呢 各位要記住 公司不是每一年都會賺錢 如果他賺錢的時候 全部的錢都會發放鼓勵 那虧錢的時候呢 虧錢的時候直接就有保留盈餘 或是由我們公司的那個股東權益裡面去虧 那我們也在之前講過 其實股東權益是保護債權能的一個 權益的一個buffer 是一種那個緩衝的地帶 所以呢你如果公司有賺錢的時候 一定要去努力去充實你的股東權益 或是保留盈餘 所以他自負股力不能太多 然後他也不能發行太多的新債 或舉債額度不能太高 那舉債額度太高當然對公司來講 提高財務風險 那你如果舉得太多的新債 我們通常來講 在那個 我如果是舊的債 比如說我的債是2000年就發行了 那如果今天2012年發行的債 如果說我新發行的債 他的求償等級 或是說他有什麼優先的條件 是我原先早期發行的債所沒有的 所以如果公司今天一旦遭遇了 什麼財務的狀況 搞不好新的債權人 會獲得比較高的求償 所以如果那樣的狀況 就對舊有的債權人來講 是不公平的 所以他們就可能會對於發行新債 或是舉債的額度 可能會有所限制 那他們也不能就是說 你去發行新的債 來償還舊的債 然後他也不太可能就是說 利用大量的現金 因為當然現金對債權人來講 是一種保障 利用大量的現金去購買 其他企業的公司債 那也就是說 理論上你已經是別人的債務人了 你怎麼可能又 剩餘的資金去當別人的債權人 除非就是說 那你為什麼 如果有那麼多的錢 你為什麼不把他清場 把他選擇去買別人的公司債 這些負面表列就是說 公司在債權持續的期間裡面 不能去做某一些事情 就負面表列 當然有一些正面表列的 也就是說公司如果在債權 存續的時間之內 那他如果做了某一些事 就是說他如果有一種情境的話 他就是必須要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那公司有賣得 去賣了一些資產 那賣了資產以後會得到現金嗎 那這個如果我把資產賣掉以後得到了現金 我當股利發房給股東 那這會對債權人來講 這是不利的 對不對 因為資產來講的話 是對債權人來講 是一種protection 是一種保護 那你把資產賣掉以後得到現金 或發房給股東 那債權人的保障其實就 兩方面減少 一方面是資產的保障減少了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是錢是發房給股東 那通常現金方案給股東 是用股利的方式 股利的方式 當然就有保留盈利出去 OK 所以保留盈利也會變少 所以理論上來講 對債權的一個保障是比較不好 所以呢 我們說 你如果出售資產 當然不能 不能去禁止他去出售資產 出售資產 出售資產所得到的現金 一個是用現金保留 要不然的話就是 要去買其他的資產 買其他的資產 當然也會放在資產負債表上面 當作保護債權人的一些 一些安全的一個保證 那第二個呢 我們通常來講 一家公司去併購另外一家公司 或是被另外一家公司併購 他事實上都會有 結構性的轉變 結構性的轉變很可能就是說 他的風險會有非常大量的變化 有些當然公司 購病以後變得更好 安全性變得更高 有些公司購病以後變得更不穩定 那對債權人來講 他當然會比較反對 不穩定那種狀況 所以他說如果公司 如果在購病的那個情境之下的話 那他就必須要先去問問債權人 債權人可以提前解約 如果他在購病的情境之下 如果債權人認為說 購病以後對公司來講是更安全的 那他可能會選擇不解約 OK 但至少 至少那個債權人有一個選擇權 那當然呢 我們 資產是債權最好的保障 對不對 我們債權能不能得到清場 就看看資產的品質好不好 那所以呢 有很多公司的債權人會要求 公司的資產要去做 適當的一個保險 那比如說 我們會覺得說 有某一家公司 他的那個辦公大樓 是這家公司最有價值的一個資產 OK 那所以債權人很可能會要求 你這個辦公大樓要去保險 保產物保險 要不然的話 如果不小心發生地震 或發生火災 整個大樓都毀掉了 那原先 債權人之所以敢把錢借給你 是因為你有這個資產 那這個資產如果價值變不見了 那可能債權人就會受損 所以他會要求你 去買那個 財務保險 那當然定期 債權 債務人就要提供債權人 合格審計過的一個財務保險 報表 OK 那這些是債務方面的 債券發行的一些合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常常會看到債券平等 債券平等 那他到底是什麼 其實很多人可能會把債券平等 這個東西擴充解讀它的意義 所謂的債券平等 你當然會看到 某一些債券平等的公司 會對某一家公司的債券平等 發布出來一些訊息 說某一家公司的債券平等變好 或者變得不好 對不對 他們甚至也對一些國家 發布這些債券的一個訊息 那這些訊息是什麼呢 各位要了解到 債券平等它到底是憑什麼 第一個 它是憑企業導賬的機率 什麼叫導賬呢 導賬就是說 債務人對於清償債權能的本金跟利息 產生困難 那這就叫 導賬的利益 或者有些時候叫信用奉獻 OK 那所以呢 理論上來講 它是只是看常債方面的能力 注意喔 我剛才有說 有很多人會過度去解讀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債券平等很好的企業 不見得是它股票 這表現一定很好 那有些人會把債券平等說 這家公司是三個A的那個 債券平等的公司 所以它股票應該是很值得去買 這可能對可能也不對 因為我們沒有 沒有把平等的項目 放在是說 公司股票 未來的升值的一個機率是多好 它可能有關係 可是關係可能不大 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今天債券平等要很好 除了就是說 你手頭上保有的資產 現金 部位 或者是你的資產的品質很好 那你的債務的負擔 相對起來不是太高 所以對於清場利息跟本金來講 是沒有產生困難 但並不代表這家公司 一定非常會賺錢 或是買它的股票以後 升值的可能性會高 那當然你說 支付不產生困難 理論上來講的話 就是說 這家公司的財務狀況 或是它賺錢的能力可能不差 所以它才會對利息 對於本金的償還 不至於發生太大的困難 但不一定是充分必要條件 OK 所以各位要注意 所以我們是衡量企業導賬的機率 或是企業如果它導賬的話 那它的單保品 或是它的資產的品質如何 它給債權能的保護夠不夠 OK 那通常來講 在性平等 當然也會跟這個 公司過去的支付的習慣 跟那個領導人在 支付的過程當中的誠信 的一個 是有非常大的關係 因為如果 企業領導人是非常有誠信的 他有誠意去解決任何的困難 那 就算這家公司 產生了一些比較 財務比較困窮的狀況之下 事實上它的 再性平等不見得會太低 OK 那可是 會有一些人 可能稍微 就讓人家比較不信任一點 所以 那個 除了公司表面上的財務條件 以外 那 非常有可能跟那個領導人的一個 誠信的程度也非常有關係 好 所以這是 有關於 再性平等 好的公司 不見得是你適合去買他的股票 OK 他只是適合你 你適合去買他的債券 但不一定是適合去買他的股票 那通常這個再性平等呢 是什麼時候會去做再性平等 他是理論上會每年都去做再性平等 其實再性平等還蠻貴的 對 那就好像 其實這樣做比方好像不太對 其實好像醫生都希望你每天去做 不是每天 每年都去至少做一次健康檢查 但是其實今天對一般人來講 健康檢查是蠻貴的 你如果很年輕的時候 你大概就不需要 那麼長去做 OK 那但是你如果年紀大一點 你財務狀況不錯的話 你可以每年做一次 好 那理論上來講 再性平等 他做的就是說 你在平等那個時候 你的再性表現是如何 那理論上來講 再性平等不會在一夜之間就變不好 那所以通常公司什麼時候會去做再性平等 我們通常是會被 當然有一些公司他因為有大量的那個 法人投資 或是有大量的那個 法人的再性平等 那他會覺得就是說 為了避免 避免 債權人或是 國外的投資人的疑慮 當然可能定期會去做 再性平等 但是一般的公司在做 再性平等是受 主管機關的要求 主管機關會要求你說 你如果在短期之內 會有到資本資產去投資的必要的話 那你一定要做再性平等 也就是說你如果短期之內要去做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決策 而且這個決策是有關於 投資人 或是大量的債權人來講的話 那你一定要做一次再性平等 就以遭公信 OK 那所以呢 通常會 在主管機關的要求之下 你去做再性平等 所以再性平等的付費 由誰來付費 是由受平等的公司 來付費 那通常受平等公司 因為 再性平等是蠻貴的 然後又有受平的人來選擇 他去付費 那現在市面上有好幾家公司在做再性平等 他的 廠商大概有 世界之名的當然有三四家 OK 所以理論上 那個 每一家都想要去搶生意 OK 那因為每一家的平等 事實上 都可以被接受 所以呢 我們通常會有一個 生意上面的一個機制就是說 我要做再性平等 那請各家平等公司你們來做一次預評 這個預評來講的話就是說 他們就會有一個proposal 就是說 我們認為你這家公司的平等是大概怎麼樣怎麼樣多少 因為我們認定你們財務狀況好或是不好或怎麼樣 所以 有這幾家公司裡面呢 是由受平等的人來選擇誰來評我 OK 那所以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機制在那裡 如果說你是最嚴格的 雖然你市場上的公信力會好一點 但是呢 站在受平者的一個立場 他當然希望他再性平等分數會高一點 所以他很可能會選擇對他來講比較寬鬆的 那如果是 這個市場上的一個遊戲規則的話 那就會變成就是說 大家都會去找那個對他來講是比較寬鬆的那一種 平等的制度 那也就是說 後來你就會發現大家 就平等公司為了去搶生意 他很可能下手都不會太嚴格 到頭來很可能平等就會變得比較不可信 那這也就是 在2008年所發生的金融海嘯 那我們說過 其實那次金融海嘯的原因非常複雜 我相信延伸性金融商品的平等的一些 模型啊 或是那些 數學家他們所發的模型過程中所做的一些假設 本來就不太合理 之外呢 那在性平等公司 可能有一半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下手太寬鬆了 那有另外一半的原因可能他們真的不懂那些 那些數學模式背後的一個代表的意義 所以他們看不懂 看不懂就亂評 那有一半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他們為了爭取生意 所以他們可能下手就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大家物以為大家買到的那些 衍生進的一個債權的一種商品是安全的 結果並不安全 OK 所以很多人就會認為2008年的金融海嘯 平等公司要負非常大的一個責任 所以就會有一些學者跟政府很可能就朝著某一個方向去做 就是說既然平等這個東西是大家需要有公信力 然後目前的機制是由受平者來付費 那所以他就會選一個比較輕鬆的 那所以平等制度很可能到時候就不可信 所以就有人主張說 那既然這些財務資料這些平等的邏輯 很多非營利的機關 比如說政府機關或是學術機關 都能夠做相同的判斷或者怎麼樣的話 那為什麼不要讓這些公開發行公司的債券 債性平等由政府或是公正的單位來做 那由政府用某種方式去收錢 然後這個平等的機關就完全不受這個預平制度的影響 他就可以做出比較公平的一個平等 OK 那這是有些人是主張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去做 那我們在很多的財務資料裡面 我們的學者有 當然他們這些平等公司是說 他們是看非常多方面的財務資料跟非財務資料 還有去訪問當場的一些管理階層跟員工階層 然後得出一個中和的平等的一個指標 所以我們外人我們這些不是平等公司的人 就不太知道說他們平等的機制過程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有去做過一些 就是等於有一點事後諸葛亮的一個研究 就是說我去看出你平出來的平等 然後拿這些平等的一個ranking跟我的財務資料 去做一個回歸或是相關性的分析 那我們後來發現說 事實上平等跟兩個資訊非常有關 第一個當然就是利息保障倍數 所以一個公司所算的那個營業上的盈餘 相對於他利息付出的那個倍數到底有多少 倍數越高的平等的等級越高 就是他的利息到時候可能會越低 對不對 這利息保障倍數還有舉債的比率 那我們舉例來講 我們等一下可能會看到一個平等的一個表 那比如來講他們Stanahan Poole跟那個Moodis 如果你能拿到他最高的信用等級 那你的那個利息保障倍數大概就四倍以上 然後你的那個舉債比例要低15% OK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數字 那你的信用等級就會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OK 當然我們說同樣一家公司 他在不同的時點 他的等級當然會變來變去 我們現在不是常常聽到說 Moodi或是Stanahan Poole調高或調低 某家公司的信用等級對不對 所以同樣一家公司在不同的時點 他等級會改變 那當然由不同公司 不同的平等公司是對 同樣一家公司做平等的話 他平等不一定會一樣 某家公司很可能在A平等公司得到 比較好的等級 在B平等公司可能得到比較不好的等級 這些都是可能發生的 所以你如果要當一個債券的投資人來講 你很可能資料就要收集比較完整一點 那我們剛才有講 我們目前來講的話是 大家比較熟悉是S&P跟Moodis 那當然還有一個叫Fitch 那這邊還有個Dubst & Fields OK 所以我們大致上四面上來講 有三四家的一個平等公司 那他們大致上都有一個相通的一個等級 那因為這個比較像是債券投資的課 老師就位跟你講 不同等級之間的差別在哪裡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大概就是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那當然呢 各位常常會聽到一些專有名詞 叫垃圾債券 其實他可能 跟你想像中的那個垃圾債券 可能在詞意上表達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他當然投資等級 會比較低一點 可是 其實就算是垃圾債券 很多的垃圾債券裡面 他事實上等級還是有所差別的 OK 那我們當然知道說 最近有一些歐洲國家 比如說希臘西班牙那些國家 那他們的 EVEN是國家的債券 那他們等級很可能都在這個等級底下 那當然其實 就某一個方面來講 他可能不是像說 那個債券得到這個等級以後 你就必須要像 那個垃圾一樣就把它丟掉 其實他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他的一個 風險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那各位你所看到垃圾債券 各位注意一下 這些垃圾債券目前 有沒有導賬 還沒有導賬 你如果有看到那個債券 還在發行當中的話 這個 在誤人 目前還沒有導賬 我們只是說 為什麼他等級很低呢 就是說 以他目前產生現金流量 的能力來講 那個導賬的風險是蠻高的 OK 那當然 在講這種等級的時候 他是given 以目前的狀況 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那非常有可能會有導賬的情況 那通常來講 這些國家或這些公司 當然也不會說 做事自己的財務狀況變差 而沒有去做任何挽救的動作 就如同你們現在所看到 就是說 西納跟西班牙他們的財務狀況 當然不好 所以他們的債券等級很低 那可是他們會極力想挽救 極力想挽救就是說 他們很可能會希望 有一些人來救他們 或他們會去做一些改革 或找一些擔保的人 或是怎麼樣的 那anyway 這個支付利息跟那個還本金的機率 事實上是還有的 還有的 那當然我們有些公司 他在發行債券的時候 他是intentionally 所以intentionally就是說 他其實在發行這個債券的過程當中 他有意讓他的債券 就等於是這個等級的債券 那你很可能會想像到說 怎麼會有人想要發行這樣的債券呢 其實有 這個垃圾債券的概念 至少是一個新一個層次的概念 事實上是在1985年左右 那1985年左右有一些私募基金 那他當初要用很短的時間 去湊足很大很大的一個金額 然後他們當初的一個 為什麼要得到這麼多的錢呢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理論上來講 各位很可能不太清楚 私募基金 他是一個投資公司 那那個投資公司呢 很可能規模不大 他所有的人員 人家表不會超過50個人 OK 那可是呢 他背後代表了很多的 有錢的公司 或是有錢的金融機構 或是有錢的一個大富翁 那他們很可能湊足了一些基金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私募基金 所以現在可以稍微先講一下 湊足了一些基金以後呢 他的目標是把一些 規模非常大的公司 去把他全部的股票去買下來 然後把這家公司變為私有 好 那當然他自己所籌作的資金 一定不夠大 他一定要跑去借錢 那在1985年代來講的話 銀行不會借錢給他們 理論上銀行要借錢的話 第一個 他一定要有資產可以擔保 或是怎麼樣 那那些私募基金 除了錢以外 他很可能沒有辦法去擔保 所以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他竟然沒有辦法從銀行借錢 那他就去發行 可能投資等級比較差的一種債券 可是呢 因為這種債券 因為他的風險高 所以呢 他就 報酬率就高一點 那在1985年代 那時候一般的通行的利率水準 大概是10%左右 那他可以支付到156%的利率水準 那時候甚至比買普通股的那個 報酬率都要高 那當然他在發行這個垃圾債券的時候 他一定會把他的目的講出來 那那個 那時候的 我們先講一下那一家公司 那一家公司叫KKR 那KKR是三個 他們的partner的那個 last name的initial KKR 那這個 KKR這家公司呢 他當初要把美國最大的食品公司吃下來 這家食品公司叫Nabisco 各位一定知道 Oreo對不對 你們吃過那個巧克力的那個 原的那個餅乾 他是Nabisco他們做的 那他們做了很多的賣片 做了很多的餅乾 蛋糕類似那一些東西 那也是美國食品業最大的巨人 那一家公司當時要200億美金 那所以呢 他就大量的募集了一些資金 那當初的那些債權人 為什麼敢買 那當然第一個 他提供利率非常高 幾乎跟普通股的利率 沒什麼兩樣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你拿了錢以後 你就會把Nabisco撕下來 所以Nabisco就會變成KKR的公司 那以後的那個清場債務是由Nabisco 等於是遠先Nabisco在還 那所以所有的人就會想一個問題 他說如果這家Nabisco被購病完了以後 他應該還是美國最大的食物的食品的巨人 那這個美國最大的食品業的巨人 他們就在想說 一的他們會覺得這家公司不會倒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就像這家公司要倒 難道政府不會去救他嗎 因為他是幾萬個員工的一個就業在那裡 所以他們非常相信說 這家公司的債券應該會被隔離得到清場 OK 所以那時候1985年就發明了這個概念 那當然有些人會把它 比較有禮貌的把它稱為是高收益債券 那其實高收益債券 那當然這幾年 我相信如果你們家裡有做一些投資的話 過去這幾年 從2008年一直到現在 其實全市場 投資狀況 報首率最好的就是高收益債券 那畢竟來講還是債券 OK 所以他有穩定的配息 他不太像股票 生意經營的不好 或是怎麼樣 就沒有鼓勵 那當然那些債券的投資公司 在選擇債券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做非常好的一個評估 所以這就高收益債券 所以我們那些債券 從1985年發行到現在 那當然金融市場也有非常大的轉變 非常大的轉變 就是說這些私募基金呢 他現在還是有存在的 可是現在的私募基金 很少去發行垃圾債券 為什麼 因為銀行願意借錢給他們 銀行願意借錢給他們 然後他們也比較熟悉 這種投資的一個business model 所以垃圾債券來講的話 現在就比較少是這種 要因為購病公司 然後再臨時去發行這些垃圾債券 那所以垃圾債券 我們有兩種 一種就是發行的時候 他本身定位就是要是高收益債券 因為他希望用比較低的一個 單保的狀況 因為其實 當初KKR在發行這個 垃圾債券的時候 他的名字是叫做 Subordinate Deventure 什麼叫Subordinate Deventure Subordinate就是說 他球場的順位是比較低的 Depenture他是信用債券 各位要知道說 所謂的信用債券是沒有單保品的 那他竟然是信用債券的過程當中 而且他的球場順位 又比一般的信用債券還要低 所以呢 他信用等級當然 來講就是比較低一點 所以那時候就會被叫Junk Bonds OK 那有些人一剛開始發行的時候 就是垃圾債券 那通常垃圾債券的利息負擔很大 那所以呢 當初KKR發行這些垃圾債券的時候 他並沒有intention 並沒有那種企圖說 讓這個15% 16%的債券 然後一直持續十幾年 這樣的話 當然對那間公司來講 也不一定是有利 他們當初的做法就是說 我拿到錢以後 拿到Nabisco之後 把Nabisco一些比較不及要的資產 或是他認為說 他可以切割出來 在市場上賣掉的一個資產 然後賣掉以後呢 想辦法去把他數回 那些垃圾債券通常會付 有一個可數回的條款 就是說他有錢的時候就把他數回來 那當然數回來 那個債券人又可以 又賺一點點 但是那個利息的話 那當然就是 沒有辦法再持續下去 那所以那個 當初的一個用意就是這樣子 發行的時候是垃圾債券 那發行以後 發行的時候 有些債券是發行的時候 那公司的財務狀況是正常 所以他是正常的債券 但是呢 公司的財務狀況可能沒礦意下 所以到時候那個等級就不斷被調低 到後來就變垃圾債券 OK 好 那垃圾債券呢 由於他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投資工具 通常來講 尤其是這個年代來講 那些垃圾債券通常是 公司財務狀況變得不好 那他甚至有可能有些 垃圾債券他的 本席的支付已經不正常 那不斷的就是債券人跟債務人 正在協商的狀態之下 所以那個就會變成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當然 我們 我們的資本市場 我們會希望說他有一個目的 就原先投資 或是購買怎麼樣證券的人 他可以在資本市場 可以用非常低成本的方式 去把這些證券賣出去 這是我們在證券市場裡面 我們一直想達到的一個目的 就是讓資金的需求者跟供應者 都可以用非常低交易成本的方式 去得到他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呢 我們在垃圾債券的市場上面來講 第一個 我們很可能會警惕我們的投資人說 這一部位的債券 不是for一般的老百姓投資 OK 那所以呢 他也希望說這個垃圾債券還有流動市場 那所以呢 他就僅限非常少的一些所謂私募基金 我們剛才所講的 那個私募基金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那這些私募基金呢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他的一個組織結構的時候 會提到 這些私募基金的那些操盤人 跟提供資金的人 都是我們資本市場裡面 大概應該是說他的經驗最豐富 然後他的財力也最雄厚的一些人 所以他可以承擔非常高的風險 那這些人因為他的經驗 跟金融市場的一個知識 非常的熟人 所以他有辦法去處理那些 別人沒有辦法處理的投資方面的評價 或是那個 一旦發生那個財務糾紛以後的一些 協商跟那個法律上的一些 處理的一些問題 那所以垃圾債券呢 我們僅限於私募基金可以去買賣 那當然他的報酬率也會比較高一點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會信於私募基金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理由 那這是垃圾債券 我們再來看一下可轉換公司債 我們其實上禮拜稍微有跟各位舉一個例子 大概在七八年前 那鴻海有發一批的可轉換公司債 那當時鴻海的股票是大概120塊錢 那這個公司債券呢 它的一個規定就是說 在三年以內 這個可轉換公司債券持有人 可以用每股大概140塊錢的一個代價 轉換成普通股 所以如果每一張債券是1萬塊錢來講的話 那你如果每股是140塊錢的轉換 就是說每一張1萬塊錢的可轉換公司債可以轉換 大概70股的鴻海的股票 OK 大概鴻海的股票 好 那當初就有EMBA的學生來講 因為那時候鴻海一宣告說他要發行這些可轉換公司債的時候 那有些EMBA的學生來講說 老師現在市場上一股120塊錢 那我如果買鴻海的可轉換公司債 因為那個可轉換公司債 那時候的effective interest rate幾乎等於零 幾乎等於零 就是說你又拿不到利息 然後呢 你又必須要用比較高的價格 才能轉換為鴻海的股票 那我如果要這樣子的話 那我為什麼不現在用120塊就到市場上去買就好 那他的理由在哪裡 你如果真的Eventually想要鴻海的股票 那你為什麼不現在用120塊錢到市場上面去買 而你要去買他的可轉換公司債 那其實這就是可轉換公司債投資人他所要去得到的一個好處 各位想想看 以鴻海當時的狀況 他等於是台灣的跟全世界的一個科技業製造的一個益軍 就是說沒有人就會想到說有人會想出這種大量代工的一個business model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看鴻海又覺得說他非常有潛力非常有希望 可是呢 大家又懷疑說 欸 像郭台銘 他是一個學歷不高 然後這個鴻海這家公司也成立不久 那他有沒有辦法去扛得起來 他所想要的那個business model 所以大家對鴻海來講的話就是非常的大起大落的一個期望 OK 他可能做得起來 他要做得起來非常可怕 他如果做不起來 那到時候兵敗如山倒也非常的可怕 各位當然信念都非常了解鴻海 就是說他是一個大量代工 然後他工廠的規模非常的大 可是他毛利率非常的低 可是我們想像到郭台銘還是這樣 每隔一段時間就可以創造出來一些新的話題 創造出來一些新的製造業的ID 然後我們覺得說他真的也是不錯 所以你要想想看喔 如果當時 如果說未來三年 當時的股票價值是120塊 可是你如果在那未來那三年 你說紅燈的股票會漲到250甚至300塊 有沒有可能 欸沒有人說不可能喔 可是有沒有可能說紅燈的股票就跌到什麼50塊 跌到60塊一股 有沒有人說不可能 也沒有人敢說不可能 那各位要知道喔 其實今天談投資的人 他都不會只看短短的一個時點 他不會看到說 啊今天120塊 那我為什麼要去買一個轉換價格的140塊錢的 那個股票 對不對 他們在想說 在這三年裡面 我如果買了紅燈這個可轉換公司在 我犧牲的是什麼 我犧牲的是三年的利息 如果今天 紅燈做起來了 他的股票可能是200塊 可能是300塊 OK 那我可以用140塊錢 非常平穩的去轉換過去 然後可以賺那個差價 如果今天紅燈沒做起來 這三年 我還是擁有他的可轉債啊 對不對 那可轉債的話 我犧牲掉的是利息 很可能市場上利息水準是2% 我犧牲掉的只是市場上2%的利息 犧牲了三年 但我換取的有可能 就是說 那紅燈的股價如果漲到200塊300塊 那我的投資報酬率就非常非常的高 對不對 OK 因為你買可轉債的話 如果在公司的狀況不好的時候 你就不要轉換嘛 當公司股價跌到50塊60塊 你仍然擁有債券 當公司如果股價漲到200塊300塊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的那個時點 就把它轉換 轉換成股票 然後拿到股票市場上面去賣 賺取差價 OK 那這就是當初那些想要買可轉債人的一個理由 所以可轉換公司債 另外發行的原因 你要知道發行者來講 他可能當初最想要有的一個資金的一個情境 應該是股票 但是我們剛剛有講說股票 事實上你要發行股票 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你當時的股價太低 那你很可能股數要很多 或是說一般資本市場對於股票的發行 他是給比較不好的一個訊息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那個不好訊息 到底是神 所以呢 他很可能用可轉債的一個方式先去發行 然後eventually他轉換為股票的時候 就沒有我們剛才所講的那些不好的一個情境 不好的訊息 然後也不會發行太多的股票 那所以這些那個 對發行人來講的話他有這個好處 尤其像鴻凱來講的話 他在前面上基本上是不負擔任何的利息 所以他得到那些資金等於是用免息的方式 去使用那些資金 然後呢 他到時候如果股價做起來 他轉換為股票 那他利息的負擔就可以完全沒有 對不對 那所以這是很多人選擇發行公司在的一個理由 就是說他原始的理由很可能想發行股票 但股價太低 所以他就發行可轉債 那想要買可轉債的理由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那些投資人可能會犧牲一點點利息 然後希望去換取說 去等待那個股票上漲的一個可能性 那所以呢 這個是發行的理由 跟購買可轉債的理由 那通常可轉債呢 他上面會規定 會規定就是說他在某一段時間裡面 這段時間可長可短 那他有轉換為普通股的權利 那他會設置一些數字 比如來講他就會有一個可轉換的比率 那我們剛才所講 我們那個剛才所講的債券就是那個 洪海的那個可轉債 那每一個單位是一萬塊錢 他可以轉換為 我們假設是七十幾股 他當初轉換的價格大概140塊 還145塊 忘了 就是大概是 所以他會說 每一個單位可以轉換為多少的股票 OK 多少單位的股票 那所以你就可以轉換出 算出來可轉換的價格 你可轉換價格就是用一萬塊錢去除以 那個七十幾股 那等於說每股的轉換價格大概是140幾塊 OK 那什麼時候呢 你覺得這個可轉債會被轉換 通常來講的話 只要股票的市場價值超過可轉換的價格 其實是股票的價格超過可轉債的轉換價格 那這個可轉債就有可能被轉換 OK 就有可能被轉換 那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可轉換的價值 可轉換的價值就是 那個算一張債券的可轉換價值 比如來講 現在每一股的股票是150塊 那我們假設我們轉換的比率是70股 那每一張債券的可轉換價值就是 150塊的股票乘上70股 所以是10500 OK 那當然你可轉換價值大於 那個債券的那個 那個面額的時候 你當然就是有可能會被轉換 那所以我們通常在那個 我們通常在那個股票市場上面 我們會有一些行話 所謂的Jargon 這個Jargon就是說 你想要表達 我目前的可轉換公司在是 處於哪一種情境 那我們會有兩種說法 如果說現在可轉換的價值 大於我們的那個可轉換的價格 可轉換價值其實就是 我們剛才所講的 如果說我們的可轉換價格是140塊 那你如果現在市場上 每股的股票是150塊 那這可轉換成150塊的股票 但是它的可轉換的價格 只有140塊 可轉換的價值就是說 你如果轉換成股票以後 你的價值是多少 所以可轉換價值大於可轉換價格的話 那你就會被轉換 就有可能會被轉換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 In the money In the money 就代表你現在的 那個可轉換工資債 你是賺錢的 賺錢叫In the money 那如果還沒有賺錢 各位要注意一下 還沒有賺錢 並不代表這個可轉債一定不會賺錢 因為通常來講 這個轉換的期間還沒結束之前 這個 都有可能 到時候還是會讓你賺錢 比如說我們可轉換的期間是三年 那現在過完兩年 你發現說 鴻海的股價 還是比那個可轉換價格要低 那你會講說 那這個轉換權 這個 所謂的轉換的權利 是不是就價值就小於0 其實可轉換的那個選擇權 價值是大於等於0 不會小於0 不會小於0 所以我們如果稱為這種 就是說目前還沒有到達可轉換 可以獲得利益的那一種情節 我們叫All the money 就是 All the money 就是可轉換的價值 小於可轉換的價格 但並不代表就是說 你今天就一定要把這個可轉換賣掉 因為對你來講 賣掉沒有sales 你要等到那個可轉換的權利 消失以後你再去賣掉 OK 那所以目前的可轉債呢 理論上來講 你可以維持債券的狀況 維持債券的狀況 你會領到一些利息 我們剛才說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是接近0 並不代表他拿不到利息 那利息很可能微不足道 扣除掉那些買那個 買賣的交易成本 然後或是 那個利息的那個交易成本 那理論上那個 利息就跟等於0 等於什麼兩顏 那叫Effective Interest Rate 但是理論上他還是會拿到一些利息 OK 那當然我們在這邊 不會花太多時間去講這個東西 我們認為這個可轉換公司債的價值 會高於我們這邊所看到的 兩條比較值的線 這兩條比較值的線是這樣子 這邊 當如果股價非常低的時候 股價非常低的時候 你就Out of Money 對不對 股價非常低的時候 你當然會維持債券的 債券的一個Status 所以呢 理論上這個債券的價格 債券的價格 債券的價格在這裡 那可轉債的價值 可能會比債券的 就純粹債券的價格要稍微高一點 各位不要忘了為什麼呢 為什麼可轉債的價值 會比純粹債券要稍微高一點 原因就是說它有加上 一個程度的什麼 轉換的權力 那在我們投資學裡面 我們把這個轉換的權力 當作是一個衍生性金融商品 它叫做選擇權 那這個權力的存在 因為它是三年期的嘛 這三年裡面有無限多的可能 這個價值會變得非常高 所以呢 你在賣這個可轉債的時候 它的價值應該會比純粹的債券要高 OK 那當股票的價格非常低的時候 其實 債券的價值是參考的基準 因為你不太可能在 股價非常低的時候 轉換股價 然後拿股價的價值 跟可轉債的價值來比 所以理論上呢 當股票的價格非常低的時候 你會發現可轉債的價格 會比一般純粹債券的價格 稍微高一點 然後呢 當然股票的價格越來越高以後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投資人要參考的價值的點 會從債券轉換為什麼 轉換股票的價格 比如我們剛才來講 如果今天 鴻海的股價是超過140幾塊 變成150塊 那可轉債的價格 當然一定比債券的價格要高 可是呢 它仍然會比你能夠轉換的 普通股的股價還要更高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 期間還沒有到期 期間沒有到期 期間沒有到期來講的話 儘管現在目前 黃安股價是150塊 它有沒有可能 繼續再往上漲 有 那個選擇權是存在的 所以我們這邊呢 這條紅色的線 就比較高 所以這條紅色的線 我們通常指的就是說 它有兩種價值 因為時間還沒有到 所以它仍然有一些 time premium 時間的一個溢價 那另外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股價還有可能往上漲的可能性 所以它有兩種成分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comvertible bond的一個 price 是高於 債券跟相對於股票的一個價格 還要高的一個地方 那這你們投資學了 是可能就會跟你們講的 比較詳細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跟各位講一下 特別股 或是所謂的優先股 它的使用時機 跟它的一些 投資的要件 到底是什麼 如同我們在第三章的時候 我們在講特別股評價的時候 我們稍微有跟各位講過 因為特別股它的身分是介於 債權跟普通股之間的一個加成 所以我們有些人會稱它叫做是 加成式的融資 有些人也會稱它是混血式的融資 也就是說它會兼具 某些債權的特質 也會兼具某些股東權益的特質在裡面 那我們通常來講呢 它法定的地位是股東權益的一部分 但是它的求場權 對於所得跟對於清算價值的求場權 是高於普通股 但是低於債權人 那特別股通常會有命額 它最基本的一個特別股的一個特質 就是說 它會依據它的命額去設定一個特別股股利率 所以你會把命額成為特別股股利率 就是拿到你 應該有的 每年固定的特別股的股利 當然如果說純粹是有每年特定的特別股股利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吸引 太多的投資人願意去購買 OK 因為很多的投資人就會想說 那我乾脆就買債券就好啦 因為通常來講 你們可能不太清楚 就是說 特別股的股利率 其實跟一般的公司債的稅錢的利率 其實沒有差差太多 所以對投資人來講 他說 如果我的求場錢比較低 那我為什麼不去買債券就好 我的保障還比較多一點 所以呢 為了吸引更多的人 來買這個特別股 那它特別股後來就會加了一些 可能比較符合投資人期望的一些屬性在裡面 當然有一些 也有可能是發行公司 比較想要的一種屬性在裡面 保障自己發行公司的一個狀況 那這些條款 通常是會有怎麼樣的條款 比如說有一些是可轉換的條款 可轉換的特別股 那它的屬性就跟我們剛才所講的 可轉換的公司債是一樣的 可能一剛開始的時候 它希望發行普通股 但是呢 因為普通股的股價過低 然後 它又沒有辦法去舉債 好 因為我們通常來講的話 舉債 需要有很好的財務報表 你拿到銀行去借錢 它才會借給你 那你要有擔保品 有很多的時候 公司如果經營不散 或是非常年輕的公司 它沒有擔保品 可以提供擔保 那財務報表的狀況也不好 所以舉不到錢 OK 而且 有些公司它很可能也不想 Eventually借錢 如果想要Eventually借錢 它就發行可轉載 但發行可轉載 通常是大型的公司 小公司剛成立的公司 是不太可能發行可轉載的 所以它很可能就是發行一些 可轉換的特別股 股東 一剛開始的時候 它可以提供穩定的股力 所以 就 投資人來講 它可能一剛開始的時候 它有穩定的股力 那 可是 等到那個 公司的普通股的股價 如果往上漲的話 那 可轉換特別股的股東 它就可以把它轉換回普通股 OK 好 那還有一種 是 股力累積的一個條款 那我們講 股力累積的條款 基本上 在目前為止的話 是蠻 基本的一個要件 OK 因為我們說 特別股的股力 因為特別股股東 不是債權人 所以 一旦公司如果沒有 辦法發放特別股股力的時候 它不能算倒賬 那 所以呢 通常來講 在發行特別股的時候 它會有那個 基建特別股的股力 在以後的年度 一定要去發放的那一種條款 OK 還有呢 它有一些特別股 它會希望 那個 更吸引那些投資人 所以它很可能會有一些條款說 當公司的 盈餘的狀況 好到某一種程度以後 特別股的股東可以參與 分享多少的盈餘分配 OK 所以如果說 普通股的股東 或普通股 賺錢賺得非常好的狀態之下 那特別股的股東 除了它應該得到的特別股股力之外 它可能會有一種類似像是 紅利加碼的一種報酬率 所以它可以讓那個 特別股的股東 可能可以得到一些 額外的一個吸引 那當然呢 有特別股 理論上來講 它是股東權益 股東權益 股東權益來講的話 也是股東權益 所以它當時不能再舉債 因為它債已經還不出來 所以它怎麼辦 它需要錢 那後來美國政府就調出來 幫克萊斯勒解套 那時候也剛好 它有一個非常強勢的執行長 叫李 李艾科卡 那這個執行長 它也非常的厲害 我們以前都把它叫做 企業經營之神 那它把克萊斯勒這一家 原先狀況已經非常糟的公司 然後美國 它當然也跟美國政府 也跟公司的公會 然後都做了非常多的一個妥協 跟非常多的一個訴求 後來美國政府願意站出來 幫克萊斯勒去擔保 發行了一批叫做 這是前所未見的一種證券的形式 發行了一種叫做 可數回的特別股 然後這個特別股的股力 是由美國政府來擔保 也就是說 如果在那個特別股的期間之內 他沒有辦法發放特別股的股力的話 美國政府會幫他發放特別股的股力 幫他做擔保 那幫他做擔保之後呢 這一筆可數回的特別股 他就可以發行 那各位當然知道 這些屬性上面是特別股 所以他發行是增加他的股權 所以股權的部位就比較好一點 可是你想想看喔 如果說 特別股可以數回的話 那發行的股力又是固定的 那你覺得他比較像債還是比較像股 那是比較像債 因為股跟債最大的不同點是在於股 沒有期限 但是債呢 有期限 OK 所以他 他那時候的那個 這些可數回的特別股 他可數回的期限是二十年 所以二十年以內 他就一定要幫他數回 OK 那就等於是說 這筆錢 這個 很像債的一個特別股就會變不見 就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可數回的特別股 但是理論上來講 這個不是一個常見的一個standard的一個future 那我們常常會把他叫做是混血的證券 那當然他就有蠻大的一部分 是有債的一個本質在那裡 那我們說特別股跟債務的相同之處是說 那個特別股的股東呢 他可以拿到 四千預定的那個特別股股利 是固定的 就跟債權能所拿到的利息是固定的一樣 而且是在普通股的股東分配之前 這兩個東西要先優先的去發放 普通股的股東才可以進行剩餘的 盈餘的發放 OK 所以呢這個跟特別股跟債務就蠻接近的 那當然特別股的清算的一個球場程序 也跟債務一樣 債務當然是第一嘛 特別股的在清算時候的優先求償順序是第二 所以他們都比普通股高 所以很多的財務分析師 那在分析所謂的 所謂的那個財務干擦程度的時候 那有些分析師會主張把特別股 放在債務裡面 好原因就是說因為 你所謂的分析師是站在普通股的股東的立場 去分析這個公司的股票 那所以特別股對普通股的股東來講 它是很像是那種叫做financial obligation 就是說你特別股的股利 在普通股的股利發放之前 就不要優先的去發放 所以呢 他會認為這是類似像是財務槓桿 類似像是一個固定的財務費用一樣 所以特別股在很多分析師的眼中 他跟債務其實沒什麼兩樣 那當然他有相異的一點 特別股的股利是在支付 盈利事業所得稅之後才發放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抵稅 沒有辦法抵稅 好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 我們剛才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在很多國家的資本市場 你會發現說特別股的股利率 跟公司債的稅錢利率幾乎沒有什麼兩樣 OK 幾乎沒有什麼兩樣 這有點跟我們想像中的那個 財務理論有一點不太對勁 那為什麼不太對勁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是同一家公司 我們不是說 站在這個公司對面的投資人 在這家公司對面的投資人 他如果要買這家公司的股票 特別股或是債券 你覺得他的風險的高低是怎麼排列 如果我是台塑公司 我有發行普通股特別股跟債券 那你如果是台塑公司 想要投資台塑公司的股票 特別股或是公司債的話 你認為哪個風險最高 普通股最高嗎 再過來呢 特別股再過來債券 OK 所以呢 你如果是投資人的話 你買我的特別股跟買我的債券 你會期望什麼 期望我的特別股的股利率 或是買特別股的報酬率 應該要比買債券的報酬率要高一點 對不對 因為他風險比較高 風險高 你當然要求比較高的報酬率 好 可是你為什麼會看到說 同樣一家公司的 公司債跟同樣一家公司的 特別股的股利率 幾乎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理由在哪裡 理由在買方 各位要想想看 我們 我們當然就是說 資本市場 買債券跟買特別股的人 可以是個人 對不對 那當然也可以是什麼 也可以是公司 那美國來講的話 真的會發行特別股跟發行債券 通常就是一些非常大型的公司 他才能夠發行這種 跟普通股比較不一樣的一個 從事的工具 那資本市場對他們的管制 也會比較嚴格一點 所以理論上他們風險都非常的低 那今天站在買方來講 今天如果說我是IBM公司 我是一個公司的投資人 我有很多的現金 那我想買另外一家公司的債券 跟買另外一家公司的特別股 那對於我來講 差別在哪裡 我如果買特別股的話 我拿的是什麼 股利 對不對 那我拿的是股利 而且呢 對方的公司 我們假設說IBM去買AT&T的股票 特別股或是買AT&T的債券 我如果買AT&T的特別股 我拿到8%的股利 跟我買AT&T的債券 我拿到8%的利息 對我來講有什麼差別 因為在美國的稅法上的規定 如果說公司去買另外一家公司的股票 所拿的股利 他可以部分免稅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說 AT&T 他在發放特別股股利之前 他已經交了盈利事業所得稅 所以他發放的股利 如果再發到你的身上 你本身又是IBM公司 然後你拿了這個股利以後 你公司如果賺的錢 還是要交一次盈利事業所得稅 然後你再把它發放給股東 對不對 所以他就覺得有雙重課稅的一個嫌疑 所以呢 他很可能就說 如果你IBM 你去買AT&T的特別股 那你拿到股利有70%是免稅的 要注意喔 因為今天你是財務經理人 你如果拿到的70%是免稅來講 如果我們剛才所講 8%的股利率 那你如果可以70%免稅的話 你真的只有30%去交稅 我們假設我們的稅利 都是固定的來講好了 所以你看喔 我去買 IBM去買AT&T的特別股來講 他的股利有70%是免稅 但是如果IBM去買AT&T的債券呢 所有的利息所得 都要當作什麼 當作課稅的所得 OK 你去買別人的債券 債券發給你的利息收入 你要當作課稅的所得 但是股利有70%是不用課稅的 所以站在你是經理人的立場 你如果去買 我們假設說 IBM的稅率是40%好了 所以你買AT&T的債券來講的話 那你8%的稅錢利率 扣除掉40%的那個所得稅率 你真的拿到的稅後的所得的話 就是8乘0.6就等於4.8% 但是我從要拿到8%的 AT&T的那個所得稅 那個鼓勵所得 那我70%免稅 OK 所以我只有30%的部分去課稅 去課了40%的稅 然後70%是免課稅的 所以他的那個 就站在財務人員的績效來講的話 買特別股的股力是比較滑得來 因為你算出來的那個 投資報酬率是比較高一點 對 所以為什麼 我會有很多的那個 特別股是由企業來持有 因為在企業的立場 這個投資報酬率的計算 他就可以比較有優勢一點 好 這是特別股 那我們通常說特別股呢 他的使用能 他本來講就叫做 Angelo Investor 剛成立的公司他去賣普通股 很可能也不太有利 因為那時候 如果我們假設說這家公司 他未來的開發潛力非常的高 那他如果今天就用普通股的一個方式去花 很多的股票 那到時候他會覺得滑不來 滑不來因為稀釋的一個作用 或是怎麼樣 所以他很可能也不想發放普通股 所以那時候唯一可以接受的 大概就是特別股 OK 然後你如果說為了讓你特別股好賣一點 很可能就會發放 所謂的可轉換特別股 可轉換特別股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如果原先一剛開始就發放普通股的話 你很可能每股 假設當時的市價每股只有一塊錢 但是你可轉換的特別股 你可以說 我到時候可轉換的價格每股是十塊錢 那你說每股十塊錢 你到時候有沒有那個potential呢 那有沒有potential你要看那個 投資人嘛 因為對投資人來講 反正他有 他有個機制在那裡 如果公司的股價長不到十塊錢 那他至少還有特別股的身份 那特別股還是可以拿到固定的股力 那所以在特別股的股東來講 他一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這個一剛開始的時候 你很可能期望也不能太高啦 就是說他會覺得說 他公司的普通股的股價很可能還是蠻低迷的 所以他會蠻長的一段時間 是會用特別股的股東的一個成分去存在 那可以領取特別股的股力 那當然如果說公司的狀況 一剛開始不是很好的話 那特別股力 私資上你也不一定拿得到 他很可能會是基欠在那裡 然後等到他真的有錢的時候再還 那當然可能會有一點機制就是說 如果到時候基欠的特別股的股力非常多 或是怎麼樣的話 他可能可以轉換為本金啊 或可以轉換為類似在轉換為特別股的時候 可以去抵那個差價 這可以推薦 反正到時候他一定會有一個合約 就是會寫定就是說 這些特別股的股東 如果那個基欠的股力到他某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那特別股的總換價格很可能可以稍微 那對公司來講它有個好處 因為它是使用類似像是債權的資金 但是呢 因為特別股的股力如果還不出來的話 那不算倒帳 不算違約 所以公司還能夠持續運作下去 OK 然後那個沒有還的特別股的股力 那對投資人來講 它也會有一定的保障 它可能會有一定的保障 它可能在日後轉換為普通股的過程當中 但換取比較多股的普通股 所以這對雙方來講 都有它的好處 那使用這個資金 最主要來講的話 它不用像債權一樣 在遭遇到困難的時候會被告違約 然後讓這個 非常幼年級的公司 然後因為 就是常玩不出來利息 然後遭遇到那個 破產或是遭別人接管 那這種都是 那個創業人 不想去碰到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常常會 用特別股的方式去幫這些 非常幼期的企業 去找來所謂的 Angelo Investors OK 那這是有關於特別股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普通股 那當然各位在座的很多人 都是會計系的同學 那你們當然對於普通股的屬性 應該在你們所有的會計裡面 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普通股的股東會有怎麼樣權利 會有怎麼樣的潛在的風險 我想大家都很知道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稍微跟各位 還是列為講一下 那當然普通股的股東 原則上就是公司的所有權能 OK 原則上就是公司的所有權能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 都有時間 都有那種專業的背景 去監督公司如何的運作 所以我們在開宗明義第一章的時候 我們就有跟各位講 說真的負責去做決策 去管理這家公司的 可能會由我們所有的股東 然後投票去選出所有的董監事 然後由董監事所形成的董事會 然後再去依照董事會被授予的職權 然後去制定公司的一些營運的策略跟方針 去選擇公司的管理人員 然後由管理人員來進行對公司的管理 跟決策的執行 所以呢 我們的股東對於企業呢 就依照那個法令上面來講 這是負有限的責任 因為絕大部分的股東 事實上是沒有在日常的營運當中 真的充分表達他們的意見 所以如果要他們去付超過他們所投入股本 以外的責任來講的話 是有一點太嚴苛了 所以我們的股東事實上是付所謂的有限責任 所以有限的責任就是說 你當初買股票付了多少的股本 付了多少的錢 那個錢賠光了以後 公司如果還有欠債權人或是欠其他人的錢 那跟股東可能就沒有一定的關係 OK 那所以責任方面的話是有限責任 但是呢 他在未來經營的年度裡面 他會對盈餘會付有最後的一個求償權 因為盈餘通常來講呢 所以想辦法先付給債權的人利息 付給稅金 然後再付給特別股股東的股利 然後付完了之後呢 有剩餘的 那當然董事會就會決定說 要不要發放股利 那要不要發放股利當然就取決幾個條件 公司很可能以後需要一些成長發展的資金 我們在之前也講過 某一些公司呢 那公司內部的報酬率很高 或是呢 他未來有使用大量資金的可能 他就可能會稍微發少一點的股利 OK 那如果說公司未來投資金會不大 那會現金非常充分 當然可能發放股利就多一點 那公司的普通股的股東對這些股利 就有最終的一個求償權 那當然公司如果在結束營運的時候 會清算 清算完了 付完的債權等 付完的特別股股東 他的請求權之後 所剩餘的東西 當然也是屬於普通股的股東 所有 那股東會有一些權益 當然就是說你是公司的老闆 OK 那當然老闆對於這個公司的 會有一些權利在那裡 那普通股的股東依法可以選出董監事 我們通常在選董監事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投票機制的設計 我們通常來講 比較常見的一種 就是說我每一股的普通股 如果公司要選派十一位董事 那理論上這一股呢 就可以投票給十一位不同的董事 那當然在你投票之前就會 各方的那個大股東 或是各方的利益人士 就會提名一些董事出來 那你可以依照你所想要的董事 去選取十一票 這十一票當然是投給不同的十一個人 每人投一票 OK 那這種叫做呢 叫做是一個不可累積的 Straight 一個投票法 就每位股東 每一股可以投給十一位不同的董事 那當然這樣子來講的話 那各位很聰明 就一定會想像得到 說誰相對上如果擁有公司 最大比例的股票的話 比如來講我們講公司有兩個股東 我賺了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 你賺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權 然後呢我們每個人每股的話 都可以選出十一個不同的董事 那你會發現我贊成的那十一個人 每個人都得到五十一票 你贊成那十一個人每個人都得四十九票 我的全部當選你的全部不當選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任何一個相對上多數的一個股東 就可以掌控全部的董事會 那這樣呢 就有一點不太公平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其實就有 能想出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可累積的方法 可累積的方法就是說 我可以投十一票 我十一票都投給相同的一個人 可不可以 可以這樣做 那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 再過來你就會想想到 我們想想剛才那種狀況 五十一票的人對四十九票的人 就是股權五十一的跟股權四十九的人 那他選敗的比例大概會怎麼樣 你就會想像得到 那個可能百分之五十一股權的那個人 他可以集中火力 然後可以保送幾個人上壘 可以保送六個人上壘 OK 那那個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權的人 他可以集中火力保送幾個人上壘 保送五個人上壘 OK 所以在董事會的比例上面的話 就不會像剛才一樣 同樣百分之五十一跟四十九十一個人 都是由誰掌控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如果採用所謂的可累計的一種投票方法 那你可能那個多數跟少數的那個股東 很可能支持的董事的名額就比較不會那麼鹹淑 OK 那甚至呢 你可以想像得到 當然不一定所有的公司都會有百分之五十一的那一種大股東出現 那我們現在有很多的上市公司 擁有最大的股權比例的人 大概就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百分之三十左右 OK 你說像郭台銘 他擁有的股權很可能不會 就是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 對不對 但是他可以掌握公司還蠻穩定的一個多數 那其他如果說少數的股東 如果要聯合起來或怎麼樣 他至少也不是不可能 OK 所以我們在這邊來講就是說 投票的那個 投票的一個機制大事上是這樣子 那通常來講你會在不同的公司裡面會發現到不同的投票機制 OK 或者不同選舉董監事的一個機制 那這個東西當然必須要在公司的章程裡面要規定 那通常來講有一些家族企業 家族企業或是說有一些公司的創辦人 他對這個公司有非常獨特的那些情感 那他會覺得這個公司就是他自己的一個標籤 所以通常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公司 他很可能在成立公司的當時 他就在他的章程裡面規定 規定呢 規定一種機制 這種機制會讓他這個公司 在控制權的轉移上面 會增加一些難度 比如說你是家族企業 那你希望說這個公司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各位當然會知道公司如果有小公司成長到大公司 他一定會有經過很多是不同階段的增資 就發行一些新股票 對不對 那發行一些新股票呢 除非你這個原先控制的家族 每次在發行新股票的過程當中 你都認購相同比例的股票 比如說你原先是百分之六十的持有股東 那每一次我現金增資 我就要找百分之六十的錢去認購百分之六十的股票 然後我自始之中都可以維持百分之六十的掌控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你當然沒有問題 可是各位當然知道公司規模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你就沒有辦法每一次在現金增資的過程當中 你認購相同的比例 因為公司很可能會大到很難去維繫 比如說像現在台積電 那台積電它的那個你依照它現有股價 你算出來它增加企業的價值是超過一兆 那超過一兆你如果說你想要擁有百分之十的股權的話 你就要有一千億 OK 那如果說台積電再要增資個兩千億 你要維持百分之十的話 你就要去湊兩百億來買新增資的百分之二十的股票 OK這當然對很多人來講這不太可能 所以只有一種可能就是說你的持股比例 如果在這樣的一個公司成長過程當中 你會越來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小 那如果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小 那是不是公司成長到某一定的程度以後 那是不是有可能別人的持股比例比我還高 或是別人連隔幾來持股比例比我還高 那是不是就把我換掉 那所以呢有很多的那個家族企業 或是有很多認為這個企業對他來講 非常重要的一個 那他可能會怎麼做 他可能在還沒有成長到那種地步之前 他就先在章程上面 先做一些規定 他可能怎麼樣規定呢 他說我們很可能 我們假設我這家公司是兩千年 上市 成為上市公司 那他很可能就是說 好 那這家公司在兩千年上市之前 原始的股份 每一股可以有一股的投票權 那如果兩千年上市以後 現金增資的股票 每十股才有一票的投票權 類似像這樣的規定 那如果有這樣的規定來講的話 那你很可能你說 那以後現金增資至少 我原始的股東 不太容易被稀釋到被篡位 對不對 所以這只有有一些所謂的差別的一個投票權的一個設置 那有一些公司呢 他為了讓公司的那個 董事會能夠比較穩定 而不要受一些意外的一些敵對者 突然結合起來 然後去把這個公司的董事會 然後就把它翻盤 就是掌控絕大多數 然後讓這個公司的那個經營權 就轉換到另外一群人的手上 那他會怎麼設計 他可能就會設計說 我每年 所 投票更改的 董監事的名額 只佔我董事會的部分名額 比如說我董事會 我們假設我們董事會總共有15個董監事 然後呢 每三年全部換一次 應該是這樣講 每一年只換其中的三分之一 那全部的股票 就針對那個要換的那五個人去投票 所以呢 如果說這一次 如果因為我在這中間 持股的比例稍微比較低一點 那我的三分之一的董監事 某一部分就被敵對的人拿走 可是我還有掌控另外三分之二 對不對 那第二年的時候 當然針對另外的五個再去投票 那當然除非你就說 我今年還是持股比例不夠 那到第二年的時候 你才有可能被掌控 比較多的那個席位 那真正如果要全部要被掌控 可能要花三年 那對你而言 你如果原先的是掌權者 你很可能會希望在這三年裡面 你能夠想辦法增加你的持股比例 類似像那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來想說 那針對於這些 對於投票前 或是對於董監事的一個 投票的機制上面 對現有的職權的 那一些集團 比較有利的一個情勢之下 那你說那些公司 所發行的股份 還會有人想買嗎 OK 那我們曾經做過研究 所以我們說 對沒有錯 這個有附帶公平選擇權 跟附帶不公平選擇權的股票 它的事實上價值是不太一樣 你會發現 這個不同等級的那個 投票權的那個股票 它在市場上會有不同的名字 如果公司有設計這種不同投票權的 它在上市公司的那個 它會有分開不同的一個等級 比如說普通股一 普通股二 這樣的一個名稱在那裡 那你會發現普通股一的 價格可以超高一點 普通股二 就是投票前比較少的 很可能價格可以稍低一點 但是並不代表它賣不掉 因為有非常多的投資人 它不在乎 經營權 比如說我如果今天是投信 退休基金 我今天買某一家公司的股票 是買那一家公司股票 的現金流量權 就是它發放股利 或是它有其他的方面的權利 但是我不在乎說 我能不能去進行台積電 所以你看台積電 它有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是外資 但是你看它就是說 那為什麼執行長 董事長 為什麼是張宗謀 為什麼不選個外國人 因為對他們來講 他們之所以買台積電股票 不再說他們想進行台積電 而是他們希望台積電幫他們 創造未來持續的股力 跟股價的一個上漲的空間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個台積電的投出票選出哪一些 董監事對他們來講 沒有太大的意義 所以他們仍然還是願意去買他們的股票 那當然很少有公司是 一成立的當時 它就股票就在公開市場上面流通 你今天看到的非常多的公司 它事實上都是成立了一個階段以後 然後才讓它自己的股票上市 OK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因為通常來講 資本市場的主管機關 它會希望說 如果那個股票能夠在公開市場上面賣的話 它應該就是一些品質比較好的股票 這品質比較好的股票 當然有幾種特質 第一個 它的財務報表 它一定要是公開透明 而且是非常有公信力的 那通常一剛開始的公司 你財務報表一定會 不太透明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上市上貴公司 它在申請上市上貴之前 一定要有一個合格的會計師 輔導好幾年 然後把它財務報表公開好幾年 而且它財務報表 要沒有問題 就依照你們的行話 就是說沒有保留意見 對不對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你要知道就是說 那些能夠在上市上貴公開賣股票 它應該要經營方面的能力要夠好 也就是它在上市上貴之前 它一定要有一段期間 它是有盈餘的狀況 因為我們要假設說 如果我們公開的在資本市場上面 可以讓這些股票買賣的話 因為我們一般的投資人 它不一定有專業背景 那它買股票只是為了 為了去投資理財 希望增值 所以你當然要允許 它在這個資本市場上面 流通的股票 它就具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特質 OK 那所以呢 它需要有一段時間 從那個幼年期成長的公司 就是它到達一定的一個品質以後 那我們的主管機關 才讓它的股票可以上市上貴 OK 這代表說 能上市上貴的應該都屬於 質量上面應該是 滿好的一個公司 那當然對於 因為上市上貴公司 它其實有好處又有壞處 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的好處來講 你如果是上市上貴公司來講 今天每天媒體 就幫你做免費的廣告 而且上市上貴公司 是一個門檻 一旦你如果說 已經被主管機關認可 可以上市上貴 那對於金融機構來講 那對於上市上貴公司的 受信啊 或是很多方面 就是比較容易一點 上市上貴公司它要籌資 它的管道也比較多 然後它資金成本也會比較低 而且它有免費 做很多廣告的一個機會 所以你今天會看 你像洪凱啊 你看那個洪達電啊 說真的 你如果 你不做電視廣告 人家也知道你做什麼 對不對 像台積電是全台灣最有名的公司 你有沒有看台積電在電視上面做廣告 不需要 大家都知道它是個好公司 每天大家都去追那個 董事長張忠謀講的一些什麼話 那這些直接間接都是幫公司提升形象 然後可以降低廣告成本 OK 所以上市上貴有這個好處 那上市上貴 難道完全一點都沒有壞處嗎 它其實有壞處 就好像上市上貴公司呢 它幾乎每年都在接受評鑑 為什麼 因為你的財務數字定期就要跟主管機關報告 然後呢 你隨時都會有一群所謂的股票分析師 隨時都在說你做的好做的不好 那你如果是公司的執行長 你會發現說 你有很多的時間就必須要去應付媒體 應付分析師 因為對於我們來講 其實最珍貴的事情 很可能就是公司的業務 公司的開拓 但是今天你很可能就 為了符合法規上的規定 為而符合投資社會對你的需求 你會有50%到60的時間 去應付這些媒體 或是分析師 或是一些客觀的一些公關的活動 因為你要讓你公司的形象要很好 股票才賣得好 股價才會好 而且你要說很好的話 那所以有很多的公司他會覺得說 其實上市上貴最好的優點 就是說你在未來籌作資金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有很好的一個管道 那所以有很多的公司他後來會想說 那我籌作資金的需求也不大 我如果公司以後要再擴大規模 那我原先的股東 原先的金主就可以直接拿錢出來 我不用跟銀行借錢 我也不用跟新股東去籌資 所以呢 我乾脆就讓我的公司成為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的話 你就不用受政管會的管轄 你也不用去應付那些股票分析師 因為你的股票沒有在外面流通 所以股票分析師說你做的好做的不好 對你沒有影響 所以這樣的公司你就可以 比較長期的去佈局 比較長期的去佈局 你就可以 董事會 其實就不用有董事會 你公司的那個執行長 你就可以去做長期的佈局 你可以不用管說 有哪一項投資 我一剛開始做的時候會對銀移不利 然後呢 可是在長期來講對股票有利 因為你今天在很多的公司來講 他不希望他的盈餘一下子掉下來 所以如果說有些投資案 他是一剛開始會虧錢 後面才會賺錢的 那那個投資案很可能在上市上櫃公司 就會比較避免去做 因為他要符合大家對他的要求 對不對 所以並不是上市上櫃一定是好的Solution 你要看公司的體質是怎麼樣 所以大家會覺得很熟悉的一些品牌 其實上他公司也不見得有上市上櫃 各位了解像世紀飯店 大家都知道世紀飯店很可能是所有飯店裡面大概最高檔的 他事實上他的主要金族是比爾蓋斯 還有另外一個阿拉伯的王子 但他事實上股票沒有在外面流通 他原先有 可是就是被他這兩個有錢人買斷了 買斷以後呢 他還是繼續不斷做非常好的旅館 對不對 那大家熟悉的UPS 他原先股票也沒有流通 他原先也是就是全部的股票就屬於公司的員工所擁有 OK 所以並不是股票一定要在外面流通 那股票如果有上市上櫃它有一個好處 對不對 你如果是今天是股東的話 你會希望馬上比如說我有急用要用錢 那如果說我的股票有流通在外 我可以馬上就可以很輕易的就拿到現金 我只要去賣股票就好 那今天你的股票如果沒有在外面流通 就沒有這個好處 OK 所以這個大致上講一下我們上市上櫃的 對一家公司的股票來講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當然一般的公司 我們假設很正常的 他是希望 Eventually要上市上櫃 那他的程序是怎麼樣 一剛開始當然就是管理階層必須得到董事會 對普通股票發行跟上市決策 核准 OK 那核准之扣呢 那當然就要跟主管機關去申請 在美國來講的話 他有個SEC 你們都很熟悉的 叫證件交易委員會 證件管理委員會 那跟曾管會申請 曾管會要有一段時間去核准 那他核准就要核准他的要件 符不符合 那你對他所提供的申請書 有沒有什麼不太清楚的地方 因為理論上 我們的證件交易委員會 或證件管理委員會 他最主要要做的就是幫 整個資本市場去把關 OK 那當然這個有兩個層次 因為他第一個也要跟交易所 他想申請的交易所 他要跟證管會去申請 那在申請 那交易所當然也要核准 證管會也要核准 那我們證件機關會 對這個申請書去進行審核 OK 那所以會有一個waiting period 那通常來講他會有一段時間 他一定會給你回報 那回報就是說 你 either准或是不准 或是呢 你要補件 OK 那補件的話就是說 我對於你的一些準備的一些 Document 可能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 比如說你的原始股東啊 像台灣一定就會要求看看說 你這個原始股東 會不會有什麼外資啊 入資啊或是怎麼樣 類似像那種狀況 然後會去做審核 那當然也會跟銀行去徵詢說 他的那個跟你借的錢跟單包品 他的狀況怎麼樣 那這些都進行完畢了之後 那如果說證管會核准了 交易所也核准了 那他的股票就可以公開上市去買 好不好 所以大致上會有這些時間 OK 那通常來講 股價 股票上市了之後 因為我們大部分 每一家公司在股票上市之前 都會找一個所謂的成銷商 那在美國的話就叫做投資銀行 那這投資銀行呢 當初在標這個案子的時候 比如說你今天Google啦 Facebook 那你如果說你要股票上市 一定就會有非常多的 投資銀行會跟你講說 那我來扶到你 那我來怎麼樣 因為這投資銀行 第一個 他可以從這個 上市上貴的經驗裡面 他可以賺到一些commission 所以我幫你做整套的服務 當然我有一定的commission 除此之外 在某一些特定的成銷方式裡面 這個投資銀行是可以去 把這一家公司要上市上貴的股票 那比如說我們等一下要講的包銷制 包銷制的話 就等於是有一點retailer 就是說由成銷商 或是由所謂的投資銀行 去把他的多少的股票吃下來 然後他想辦法就是用 事件約定的方法 去把他賣給 所有的股票市場上面的投資人 或是其他的一些成銷商的syndicate 然後呢 所以這個投資銀行在某種程度上面 他擁有一部分 這些上市上貴公司的股票 那擁有這一部分上市上貴公司的股票 理論上如果這個 成銷以後或上市以後 這個股價大漲 這個投資銀行理論上也會賺到一些投資的利得 所以理論上這個投資銀行 他在跟你做這個接價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因為他有某一特定的一個責任 必須在股票上市之後 他去維持他股價的穩定 去維持他股價的穩定 所以呢 上回各位看到說 Facebook他上市以後 不到一個禮拜 股價跌掉百分之二十幾 那時候他的投資銀行 Morgan Stanley是有進場 去維持股價的穩定 但後來好像沒有非常有用 股價是繼續往下跌 那我們通常來講呢 我們有兩種成銷的方式 一種叫包銷 一種叫代銷 包銷的話就是說 一個公司要上市上跪的股票 那全數由成銷商 那成銷商不可能全部會把他支下來 因為有些大公司要發售出去的股票 可能是幾百億美金 也說不定 對不對 所以他不可能成不成 所以他會有一些類似像是成銷集團 就會整個把他接下來 接下來呢 每個成銷商可能依照一定的比例 去分得一定的股份 然後再把他發售出去 再把他發售出去 這叫包銷 另外一個的話叫代銷 代銷的話通常是在 成銷商對於這個上市上跪公司的股票 他不是非常有把握的狀態之下 不是非常有把握到底是什麼一種狀態 就是說我也不知道他會賣得好不好 所以我如果整批的股票把它撕下來 萬一股價表現不好 那我的資金就會套牢 那沒有理由你是幫他輔導的廠商 然後讓自己去承受投資方面的損失 OK 所以他很可能就用代銷的方式 代銷我們這邊叫做Best Efforts Best Efforts就是說 我竟有可能幫你去賣 那如果賣不出去 那不屬於我的責任 所以代銷的話就是 他跟上市上跪公司去拿一定 百分比的手續費 然後他盡可能幫你去賣 也盡可能幫你去穩定股價 但是他不會虧錢 不會說因為持有你太多的股份 然後到時候套牢了 那包銷的話有可能 OK 那我們這邊來講包銷 包銷就有點像是wholesaler 就是那個大盤商 他把整批股票吃下來之後 現在賣給零售商 零售商很可能就是他的syndicate 我們通常來講呢 因為你要把整個股份吃下來 那對於單獨的成銷商來講 他很可能會覺得壓力跟風險太大了 所以他通常會有一些券商 他就組成一種成銷的集團 那通常會由leading的成銷商 得到比較多的股份去接下公司 然後其他的那個 等於是syndicate 成銷集團的人 那每個人依照出資的比例 去分得某一定的股份 那所有的成銷都拿到固定的股份以後 再依照我們約定的程序 去把這些股份賣給零售的投資人 OK 那當然對於組成這個syndicate 來講的話 對於證券商來講就有一個好處 通常來講就會利益均分 就是如果syndicate來講的話 如果說 當然成銷股票 我們以往的經歷 就是說 這個賺的機會 會比虧錢的機會要大 賺錢的機會會比較多 虧錢的機會比較少 那所以呢 大家都是魚露均瞻 OK 那當然如果碰到虧損的時候 整個syndicate 也有一點風險分散的機制在那裡 OK 那代銷就是如同我剛才所講的 他就是 主要是賺commission OK 那我們通常來講 代銷其實會比較常看到 那不是百分之百 比較常看到是在初次上市 所以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 因為那時候 承銷商對於 一個快要上市的公司 他不是那麼有把握 他會賺錢 所以他會用代銷 用best effort的方式幫你去賣 OK 當然各位看到的 什麼臉書 看到的那個 Google 也會覺得說 好像聽起來比較像包銷制 那當然 會選擇包銷制的原因就是 券商非常有把握 他們會賺很多的錢 OK 所以 我們這邊來講 如果不看那些特殊的case來講 你應該會看到就是說 包銷是比較容易在 seasoner 現金證支 就是說股票已經存在了 股票已經存在了 比如說台積電 現在股票已經存在了 台積電如果要蓋一個大廠 如果他要發行新的股票 那就叫現金證支 那因為 台積電是存在一段時間 所以 你有沒有把握去賣掉台積電的股票 其實成銷上蠻清楚的 所以他非常有可能用包銷的方式 就是我保證把你賣出去 而且 那個 可以賣得很好 OK 那如果說出自上市的 就大家也不太了解 這家公司 到底有沒有 能力賣得很好 那他很可能就用代銷的方式 那我剛才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 在股票上市的時候 這種東西當然 在IPO 就出自上市來講 他是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出自上市來講的話 那個有專門的 一些學者專門去研究出自發行 公司股票 那我們在出自發行公司的股票 在早期的證據來講的話 就是說 通常上市了以後 股價都會有一漲 一段密業期都會大漲 所以那個成銷商 跟投資銀行就會賺大錢 那大家就在想說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現象 那後來歸納出來的現象就是說 當然是成銷商在一定價的時候 他會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他如果把股票 賣到市場以後會大漲的話 這形象會比較好 不僅對公司來講 形象比較好 對承銷商來講 形象也比較好 所以他們好像 都有一種默契 就把股價定的低一點 OK 然後讓上市以後 就股價有大漲的機會 那雙方面都會得到一些好處 那各位大家想說 那對原先出股票的股東來講 那不是有一點損失嗎 那本來一股可以賣三百塊 可是他成銷價可能是一百塊 那為什麼要 要承擔這個損失 那各位不要忘了 通常這個上市的部分 IPO的部分 就只有全部股票的 拿出來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去當作成銷的部分 由那些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去定的價格 那你手頭上還有百分之九十的股權 是掌控在原始的股東手上 OK 所以那百分之五跟百分之十 當然沒有錯 就某種觀點來講 是你損失了一點錢 但是他製造出來的那個市場市價 你可以幫你百分之九十的股票賺錢 所以通常來講是沒什麼問題的 所以IPO的股票 過去的證據是說股價是會漲的 那我們這邊來講 是不是說 為什麼通常企業在宣告要發行新股的時候 股價會下跌 這些專門是指的是比較 是現金增資的 OK 現金增資 那現金增資來講就是說 在宣告這些股票之前 原先就有個股價在那裡 那為什麼我們宣告以後股價會往下跌 那大致上我們認為有幾個理由 這幾個理由我們在未來兩上週 都還是會講到 那我這邊先簡單的講一講 我們通常會認為 我們公司的內部的經理人 跟外部的投資人 會有所謂的資性不對稱的情形 OK 那如果你是外部的投資人 你看到這些經理人 他有一個新的投資計畫 比如說他蓋坐廠房 那他今天可以到銀行去借錢 他也可以發行新的股票 那你就會在那邊猜 他為什麼不到銀行去借錢 他為什麼要發行新的股票 OK 那我們用我們在之前講過的一個概念 我們說如果今天你投資的一個資產 這個資產的報酬率 如果高於舉債的資金成本的話 那對股東來講有什麼樣的好處 舉債比例越高 你股東權益的報酬率越高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真的對這個投資案很有信心的話 你覺得他報酬率還蠻高 你覺得他一定會賺錢的話 那請問你如果是公司的經理人 你會怎麼做 因為你如果目前是公司的經理人 你一定要效忠現有的股東 對不對 效忠現有的股東 所以你真的比較合理的做法 就是說你去舉債 因為舉債的話 在全人值拿走固定的利息 對不對 你的資產報酬率如果很高的話 他一定會高於利息的資金成本 所以剩下來的沒有拿走的錢 都是誰賺的 現有的股東賺的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今天你是在外部的股票的投資人 你看到說這家公司要蓋一座新廠房 可是他不是到銀行去借錢 他是發行新股票 那你會覺得就是說 嗯 他可能賺錢的機率不大 因為沒有理由 我明明這個今天 我現有的股東可以賺錢的機會 我去邀請新的股東來跟我一起分享 對不對 我說哪有人那麼大方 我要蓋一座一個工廠 我要蓋一個飯店 一定能夠賺大錢 可是我現在錢不夠 你要不要來加入 我來當投資人 然後我們到時候賺錢 一個人分一半 那如果真的能賺錢 他為什麼要分你一半 因為他可以到銀行借錢啊 對不對 所以呢 那一般來講 就對 外部的投資人會覺得說 這個 資中會有一點點稀巧 所以他們很可能說 那公司之所以要願意發行 股票 來籌資的話 那一定就是說 他不是賺錢那麼有保護 所以他希望找新的股東 來跟他分擔風險 那理論上我也不認為說 他一定會虧錢 因為 理論上而言這個經理人或是股東 他不至於會去說 去找一定會虧錢的生意 然後再邀請 新的股東來分享損失 他不是 他很可能就是不確定 不是那麼確定會賺錢 所以找新的股東過來 可以分享 分擔風險 那賺錢的機率還是比較大 因為對現有的股東來講 他還是想要賺錢啊 對不對 因為沒有人逼迫 他一定要去投資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這個揭露訊息來講的話 很可能就對那個投資 並不是有那麼大的把握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們是就市場來講的一個狀況 如果說今天 如果是股價低迷的話 你覺得 那個管理者會不會決定 在這個時候去現金真資 不會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說 我如果現在現金真資的話 那我要花很多的股份出去 才能夠把我要籌的錢籌出來 那如果他現在願意去用 股票的方式去投資 一定是認為怎麼樣 現在的股價怎麼樣 相對來講 是高檔 所以現在的股價來講 相對是高檔 所以他如果發行股份的話 他對於 第一個 他可以 用比較少的股數 籌到比較多的錢 或甚至他會覺得說 現在的股價是高檔 我利用高檔的時候 我趕快去籌一些錢 免得我以後股價低了以後 我要發更多的股數 所以他會讓一般的市場上的人覺得說 那是不是現在股價是高檔 是有高估的情形 所以你才會用現金真資的方式 所以他理論上的價值應該是比現在價值要低 你才會這樣做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就是那個管理的資訊會弄出來 那有關於decapacity 這個東西 我們還沒有講資本結構 所以我們到時候再講 然後還有呢 還有有些人會認為說 你如果今天發放了很多的股份出去 那各位要知道 當然你做了這個投資以後 可能盈餘未來會增加 OK 但是如果盈餘增加的比率 比我發放出去的普通股 所增加的比率要小的話 那每股盈餘事實上在以後是會下跌的 比如說 我增加發行的20%的股份下去 可是我明年的盈餘只增加10% 那平均每股盈餘呢 就下跌了 平均每股盈餘如果下跌的話 代表什麼 股價在某種程度上會下跌 因為我們一般投資人心目中會認為 股價好像是盈餘應該要有的多少倍 所以你如果每股盈餘下跌 因為你發比較多的股份出去 可是盈餘沒有等比率的上升的話 那股價就會下跌 那其實很多的投資人是這樣子 你一旦發放了20%的股份下去 你說投資人通常不會第一年就賺很多的錢嘛 對不對 所以他怎麼樣 明年的那個盈餘就沒有那麼的好 沒有漲上20% 所以每股盈餘下跌以後 那站在很多投資人的立場 他就認為說 那我趁著這個時候趕快賣 把股票賣出去 如果決定賣出去 股票的人多了 股價當然也會下跌 OK 所以這大概是發行新股的 一個股票宣告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在未來幾週 其實都會講到相同的概念 我們再比較詳細的來講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講一下私募資金 那私募資金 我們剛才已經有講過 他通常是一個 非常有 金融市場經驗的一個人 通常這些人都會是 通常這些人都會是 如果照 我們現在常常看到的 私募資金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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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執行合夥人 就是那個 超版的合夥人 通常就是什麼 什麼 什麼 花旗銀行的 什麼董事長 副董事長 然後退下來 或是 摩根史丹利的 那個 Managing Director 或是 什麼 那些人 那些人的話 他對金融市場的 金融經驗非常豐富 而且他金融方面的 人脈非常的夠 OK 因為他當過那些 著名機構的那個 的超版者 那你會知道說 今天如果說 有保險公司 或有銀行 有部分的資金 他想要找私募資金 去幫他管理的話 那這些人的人面 是可以撐得住的 OK 所以 這邊 私募資金 事實上就是 由這些 已經退役下來的 那些人 然後他自己去 籌措一些 資金 那這些資金很可能 會來自其他的 保險公司 金融機構 或甚至是 有錢的一些個人 有錢的一些個人 然後他們 願意提供一些資金 然後去 形成一個pool 比如說 我籌了100億 籌了100億 然後 這100億來講的話 就可以形成一個 私募基金的公司 那我們當初 很可能都會用 所謂的 有限責任的 合夥制 Limited Liability 的Partnership 那通常來講的話 這個有限責任的 合夥制 是這樣子 那我們通常就是 由 我剛才所講的 那個金融業的 一個專家 他去組成一個 所謂的管理公司 那這個專家 跟管理公司 他就有 出資的一定的比例 出資的比例 可能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可能百分之九十 來自 那些我剛才所講 有錢人工的公司 他沒有參加 直接的營運 OK 然後這些公司的 那些其他的出資者 就叫 有限責任的股東 叫做Limited Partner 然後這個執行者 叫General Partner 就是管理公司的 那個 那個 操盤人 叫做一般合夥人 其他的叫做 有限責任的合夥人 OK 那通常呢 這個操盤公司 他就 他所募集來的資金 他會收一個 收一個 叫做資產管理費 資產管理費通常是2% 所以你如果籌錯了 100億的資金 那這一百億的資金的 出資者 他就給你2%的 那個 資產管理費 所以你每年的話 就有2億的資金 可以去運作 就是維持這個 公司的運轉 OK 那當然這些錢 拿來了以後 會去投資 那投資呢 我們等一下再講 投資的那個 概況 他其實投資的總理 可能可以有很多 但是我們這 等一下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大概 多講個五分鐘 他投資的概況呢 就是說 他會賺取一些報酬率 那通常來講呢 這些報酬率 在一定的層次以下 他就是屬於 就扣除掉資產管理費以後 就屬於出資者的所有 但是他為了鼓勵 那通常他為了鼓勵那個 操盤者的辛苦 或是鼓勵他們去找一些 很好的投資標的 所以他通常除了那個 資產管理費之外 他通常都會附帶一些 所謂的carry interest carry interest 就是所謂的一個 附帶收益 就是紅利的部分 那這紅利的部分呢 就是說 如果 某一年的投資報酬率 如果有超過20% 超過20%的部分 有25% 就是屬於這個 投資團隊所擁有 也就是20%以下的話呢 百分之百就是 由出資人所有 那20%以上的部分 他可以分四分之一 那我去年是有找一位 私募基金的 那個經理人 來跟我的大一的學生演講 那他們那個私募基金的 那個團隊就只有20個人 可是他們有一年呢 他們carry interest 就分到 一億美金 他們公司 只有20個人 可以去分到一億美金 後來我那個學生 他是我第一屆教的學生 他現在在香港中環 就有一棟樓市他自己的 那所以這個私募基金 事實上 當然蠻辛苦的 當然在財務金融業 可以賺的錢很多 但是 通常也會很辛苦 好 那 有關於私募基金呢 我們通常有兩種投資方式 那今天時間有關係 我們就把那兩種投資方式 留到下一次再講 然後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們今天就要有兩種投資 我們就要對 我們都要一整個 頭頂來 一整個